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譚一輪 好 節目一開始 我們趕緊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前駐紐大使借文集 一輪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國制政治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為什麼我笑了一下 因為我們即將要介紹的是 耶魯政治學士郭正亮 郭老師 好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到的 就是兩岸之間的關係 因為現在兩岸 還有中東以及烏鱷戰爭 確實都是大家很關注的 一個國際情勢 甚至連美國大選 好 我們就來看兩岸升溫 美國是不是在拱火呢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說 他們在台灣海峽巡航執法 而且他說管控的能力 已經達到了海峽中部以東 兩海里 好 我查了一下 兩海里的這個距離 真的滿近的 是大概1.852公里左右 但是他說此次的行動 其實歷時了30.5個小時 好 這個是一個 可以代表中國大陸 官媒的一個平台 他說巡航總里程是413海里 到達了台灣海峽中部以東 兩海里的範圍內 而且最難已經到達了 台灣的潛灘 巡航的覆蓋面積比過往的範圍 還要更廣 所以很多人質疑說 既然已經這麼靠近台灣了 那如果再往東 四海里 六海里 台灣怎麼樣來做應對呢 這確實是一個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但不知道我們現在政府思考了沒有 那也傳出說 中國大陸現在冒用台灣識別號 大量的過界撈捕 但是海巡署說 這外傳說有近千艘 中國漁船在金門島周遭的水域作業 他說目前並無這麼多 而且只是個零星的個案 說有 但是不多而已 好 那對於傳出有中國漁船 冒用我們船舶的這個部分 金馬鵬分屬說 金查證並未發現上述的狀況 好 大問題是現在兩岸這麼激烈 美國這邊是怎麼看呢 美國這邊CNN訪 這個川普前任的國防官員 他還是在說台灣的軍事預算不足 他說台灣面臨了中國威脅 而且在中國軍力不斷增加 威脅統一的情況之下 台灣現在軍事預算還是不足 這是不是還是在跟我們講說 你這個軍購要買多一點 如果這樣不買多 我們就不保護你 是不是這個味道呢 那中非的南海也是有一些衝突 我們知道現在南海的增益 還是非常多 尤其中國大陸跟菲律賓的海警船 在南海的鮮兵礁發生了碰撞 尤其在菲律賓這邊是說 他覺得是中國大陸故意的碰撞 這個是在19號凌晨 將近3點到7點30分 有四則訊息 指控菲律賓兩艘海警船 非法闖入了南沙群島的鮮兵礁 附近的這個海域 而且故意衝撞的是中方海警船 導致雙方的船隻發生了碰撞 但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台灣 我們要開第一槍嗎 這也是一個很有可能發生的 觸及的狀態 但是會不會呢 這個戰役在一起之後 菲律賓也認為說 你們中國大陸每次都說 這個鮮兵暗殺是你們的領土 根本不是啊 這是我們的 所以他說我們有權在當地附近的海域跟水域行駛跟運作 菲律賓這邊也不是吃素的 他們現在也把他們最大的船艦 一直留在了這個鮮兵礁 就是要主張這個地方是他們的 我們來看到菲律賓他們也說 中國對於美國其實在菲律賓有部署一個飛彈 表示戲劇化的相當的震驚 因為最近中國對美國軍方好像部署了一個中程飛彈系統 他們覺得真的有點害怕 是不是會破壞這個區域的穩定 那現在南海這邊的爭議 有一個比較大家說是比較有功利主義型態的國家 就是新加坡 黃巡才說 你們中美互相猜忌 不信任勢必會持續 而且我們新加坡會受到影響 他說作為一個完全依賴穩定跟貿易環境的小國 你們這樣子我們一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跟國際之間喊話 千萬中美之間要再設防一點 好 那我們看現在美國第一島鏈是不是受阻了呢 因為不能全靠美國 日本現在要新設一個武器的部門 叫作防衛革新技術研究所 這是一個戰稱的名字 他們就是準備要來專注於研發武器 然後改變遊戲規則 提升日本的防禦實力 尤其東京大學的科技政策教授林沐英人也說 他覺得日本應該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 因為他們不採取足夠的措施來保護自己 美國政府之後可能就不會幫助我們 日本的認知已經發生了轉換 他說我們不能永遠依賴美國 連日本都有這樣的想法 台灣這邊是不是有太過依賴美國呢 日本防衛預算當然他們也要相對應的提升 他們現在是第一次超過8兆的日元 大概1.多兆台幣左右 軍事專家是回應說 這是在跟美國在喊話 是不是在謀求一個正常的 國家化正常化的一個現象 日本防衛省他們是敲定了 2025年的預算申請 大概是在8兆日元 新台幣是1.75兆左右 接下來也要看到日本他們很積極 跟印度這邊有一些交換跟對談 就是2加2的對談 現在日本也要賣武器給印度這邊 意大利的國防部長也說 他們現在要有多架的戰機 還有他們的航艦卡富爾號 8月要首度停泊在日本 這是不是也是一種 劍指中國的味道 似乎看起來整個亞洲的趨勢 包含南海地區都是非常混亂跟紛爭的 不只是這個中東地區 所以我們先問郭教授 教授怎麼看 我覺得每一個地方問題都不太一樣 這個因為大陸現在休於期 已經結束了 所以金門那邊漁船上千艘都已經出籠 事實上台灣未來就是 不知道怎麼面對這個狀況 因為他如果不承認 進限制水域 那基本的 我說大陸的漁船 廈門那邊出來的漁船 搞不好就會進入你的水域 我們的海巡如何處理 這個根本不先射到用什麼 台灣識別號 他就直接過來了 那背後可能會有大陸的海警船 我們的海巡船怎麼辦 然後還有大陸很多漁船 都是鐵殼船 我們的漁船都是塑膠板 你可能會被撞昏 那我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是金門的漁會 就警告台灣的 金門的漁船暫時不要出去 可以這樣處理嗎 那這樣他怎麼補漁獲 是 問題就在這裡 因為他的船的數量原比你大 他是上千艘 那因為他們休於期滿久的 所以他們憋了很久了 這個事實上只是金門 那接下來還有馬祖 馬祖那邊有一個更大的漁船 那我認為大陸的漁船 一定都會過來 這個事實上我們早就提醒過了 我也不知道我們的海巡組怎麼辦 不知道 因為我認為他根本沒有方案 他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量很大 而且我相信大陸也會有相關的護漁措施 比如說他的漁鎮船 海警船 也會在後面看著 所以我坦白講這個就是一個 而且這個不是一天兩天 是一兩個月 所以你說後來會不會發生事情 像最近不是大陸有個船就被撞翻了 還有人死亡 那個可能是他們自己的船箱撞 這個我們不太確定 反正就是這個現象你大概就要 你就看著吧一定會 我認為一定會發生 我認為闖進我們的 進線制水域捕魚的情況 一定會發生 菲律賓我覺得這個還是取決於 中國大陸的決心 因為 因為那個菲律賓就單方放出一個說法 說仁愛礁那個馬德雷沙 很好已經得到鞏固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這個擺明的就是對著你打臉 因為你自己都公布了一個海洋生態報告 說這艘船已經嚴重污染海洋生態 那你還是沒有把他拖走 結果菲律賓竟然說他已經把他 用箭材鞏固起來了 那我也沒有看到中國大陸做反駁 然後採取更強烈的手段 我沒有看到 那因為你沒有做手段 那菲律賓當然就食髓之位 就進一步再掀兵礁 想辦法再放一艘船過來 不過他現在的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坦白講是取決於 中國大陸的決心 因為他要把他弄走 是非常容易的 可是你就是要跟菲律賓發生衝突 一直給人家感覺是他不願意 那至於日本不能全靠美國 是沒有錯 早晚是要靠自己的 可是我覺得還是距離他周邊的國家 非常遠 因為日本是戰敗國 他攻擊性武器是很少 比如說他也沒有遠程的飛彈 最近開始要做 做1000公里的 他也沒有核武 也沒有轟炸機 更不要講什麼戰略核潛艇 你統統都沒有 你旁邊是中國跟俄羅斯 所以我是覺得 他怎麼追也追不上 所以這個 反正他可以去做 可是我認為他沒有美國 是沒有用的 他根本撐不起這個架構 他背後如果沒有美國的話 他完全不是中國跟俄羅斯的對手 完全不是 對 所以現在日本他說要靠自己 會不會只是希望國內的行情 比較高一點點 我們再問一下大使 大使怎麼看現在的戰局 對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中國大陸某種程度上就是說 是步步進逼 金門水域 所謂靜置水域這個概念 已經大陸已經根本完全無視 然後這個海警船 海警船 就進到我們過去宣稱的靜置區 進行巡視 然後現在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禁雨期結束以後 一出來這個都數千艘漁船 然後就進入你的水域 你能怎麼辦 以量取勝 你能怎麼辦 現在就變成這個問題是 賴清德他跟他的主管的單位 怎麼來處理 就不能視而不見吧 不是很強硬嗎 不是說這個 他是對於他最注重這些事情嗎 對大陸已經很容忍了 那要怎麼容忍 這個就要看他有沒有拿出辦法 要不然就是嘴巴很硬 那麼行為很軟 對 另外一方面海峽中線的話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常態 將來常態 海警船就要來巡邏了 這是彰顯大陸的主權 大陸事實上他在國際上 在兩岸關係問題上 一向認為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領土 所以台灣附近水域 當然是中國大陸的水域 他過去只是說 在兩岸的默契之下 互不否認主權 然後承認相互的治權 這是過去我們一直維持的一個 一條雙方的一個君子 也不是說一個協定 就是一個默契 你現在賴清德事實上的話 就是說兩岸互不隸屬 新兩國論出來以後 大陸的回應就是說 你的治權我也收回了 現在不是只說 現在進入兩海裡 三海 四海 五海裡 那不是說五海裡還是三海裡 他問題就進入你過去他不來的區域 為什麼賴清德政府好像都沒有說話 然後我們漁民反映說有用我們台灣的這個 識別的 然後你現在說不嚴重 你幹嘛你是幫大陸講話 拿不出辦法就站到大陸那邊來 胡弄自己人 這種現象 如果賴清德政府拿不出辦法 這個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將來隨時就大陸的海警船就出現在 過去大陸的公務船只不會出現的 台灣附近水域 變成常態 然後這種演練演練就是說 以以言轉戰 這都是我們很害怕 賴清德政府不是很強硬嗎 每天要增加很多這些 這些國防預算 這個預算 我們的海巡署又建造了那麼多船 請問錢花下去有用嗎 有用嗎 就只要問他一個這個問題 另外現在這位柯伯吉 這個發言值得我們注意 他希望台灣的國防預算 起碼要達到5% 你如果不達到5% 他認為美國不應該幫助台灣 他已經公開這樣講了 5%的算下去的話 大概是上兆的台幣 一年的軍事預算 賴清德政府現在怎麼回應 因為如果說是這種說法的話 現在已經公開喊要這個價碼的話 你不做的話 你怎麼樣讓美國繼續對台灣 提供足夠的防衛承諾 你看這個都是越來越多 對於我們現在這個政府的一些 新的挑戰 考驗 看起來好像他們都要不然假裝沒聽到 要不然就站在大陸方面說 這個事情好像不嚴重 你都認為不嚴重那什麼嚴重 對 所以現在這樣的狀況 就是一個新政府最大的考驗 所以我們還是要再去請教的是 賴教授 你現在怎麼看兩岸之間 然後還有南海這個區域的爭端 兩岸之間大陸的海警 這一次的30個小時的 一個聯合巡航執法 它就宣示就是說 它對於兩岸之間 沒有所謂的主權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所有的經濟海域 都是屬於中國大陸的經濟海域 所以它在施展的是行政管下權 這不只是對於兩岸的民眾來說 也對於區域跟國際間來講 那也就是說它的海警船 在這個經濟海域中 它有行政的一個執法權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目前是在台海中線 未來會越來越靠近台灣 然後以後也不排除 在台灣往外延伸 在200海裡的經濟海域 如果也在台灣的外海的 以東200海裡的經濟海域 中國大陸海警船已經出來 開始進行執法的話 那就等於是宣示 實質上來講 這個整個區域 都是大陸的聯合執法的範圍內 這個就要看的未來 其他的國家的船舖 遵不遵守 這個海警船的指揮調度 這個是會面臨考驗的 另外有關於美國的 前任的國防官員 其實台灣的預算 已經一直在增大了 過去我們的政府的總預算 大概在2兆左右 蔡英文任內這8年 已經提高到3兆了 我們過去我們的國防預算 大概在3000億左右 現在已經提高到6000多億了 GDP都已經超過2% 還要在多少 就是你要台灣的國防預算 還要在多少 如果說你的對象 就是中國大陸的話 大陸的經濟體跟台灣的經濟體 不是同一個量級 也就是台灣很小 大陸很大 大陸的防衛預算 他們而且不佔他的GDP2% 都已經至少是2500億美元以上 而台灣2500億美元以上 對台灣來講 你超過2%也都不過 才200億美元 2500億跟200億是差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蛋頭的這些 他們只想從台灣身上撈錢 而事實上是改變不了的情況 南海的問題 大陸目前它的海景 如果它是展現出來的 是它的高度的克制 可是高度的克制 或是過度的克制 很容易被解讀成為暖弱 所以事實上大陸在南海 這個部分裡面 它也面臨一個考驗 就是說到底人家怎麼解讀 你是克制 還是解讀你是暖弱 如果解讀你是暖弱 它就會親門踏覆了 它就會更囂張 更趕了 所以你看到了 它不但在仁愛礁 它現在在先民教育 給你擺一艘船 它現在還打算給你擺第二艘船 而且還跟你想把兩艘船 並列在那地方綁在一起 再來就跟你進入第三艘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過度的克制 人家已經把你解讀成為暖弱 那你為什麼不在中葉島 中葉島是我們的 你在中葉島可以做文章 中葉島現在有菲律賓在駐守 你為什麼不到中葉島那邊 去進行你的維權工作 而且本身為什麼對於這些破船 你都只是喊訂法 但是卻沒有強力的執法 這個很容易會被解讀說 你不是高度克制 你是暖弱 對 確實 暖弱跟高度克制 可能就在一線之隔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祝您的安全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